三明地区防汛到大排水沟 长期遇大雨就会淹水 玉里正名代表吴新闻表示说 他自己是三明人 居民也很多次跟他成情了 说这个地方又淹水、杂草也都没有清理 有时候居民还必须要自己来除草 都没有看到相关单位来处理 非常失望 吴新闻他表示说 这几天是正代会开临时会的期间 会把这个问题承报给上级赶快来解决 三明地区防汛到的大排水沟 长期遇到大雨就会淹水 玉里正名代表吴新闻表示 自己本身就13名人 居民也多次向他澄情说 大排水沟又淹水 大排水沟、杂草要清理等问题 有时居民还会自己清除杂草 都没有见到相关单位来整理 非常失望 排水沟宣泄 这个我们这样看去局务看去 整个排水沟的草都是满的 那这里是属于防汛道路旁边的水沟 那希望农政单位能够 就是水利单位能够尽快的去清除 先把这个水沟清出来 让这个排水能够顺畅 那我们在后续再检讨 是不是水沟的排水的水沟的断面不足 还是哪里的问题 除了淹水问题之外 还有环境卫生问题 民众时程也会反映有发出状况 吴新闻表示 就是回归淹水延伸出来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常态性的 那我已经观察很多次 因为农民都有来反映 那它只要常态性的时候 它的排水沟也不出来 所以排水沟不出来的话 它是不是水沟也开始有发臭的现象 那也影响到这个附近的环境的卫生 整个水都是阻塞的 那水很慢的宣泄 那臭味就慢慢来 所以民众一直反映相关的问题 吴新闻表示这几天 是玉璃正名代表会开零食会 将会把这部分的问题 承报上级单位急需来解决 记者高双双玉璃正采访报道